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说 这边我们现在是紧张大师 什么方面呢 我觉得他比我紧张 不过如果我紧张过他 他可以帮他减压的 我不介意 因为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是学习的概念 有啊有啊 汤水所有东西 现在都有些经验 我想最主要是他身体要健康 因为这段时间很多时候都会有流感 流感很多时候如果孕婦有感冒就比较麻烦 所以一定要保持他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 现在见到朋友或者亲戚 为什么不住在我身上 你怎样称职一点 其实很多自动波的 他们会自动跟我说的 在这个过程沉淀着 因为太多资讯了 我们都要想一下 之后会是怎么样 但是OK的 全部都是一些很正面的讯息 是否现在不用做事 都在家里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是 两边 自己的家人 和Phoebe 但是我下个星期都差不多开工了 所以自己的家庭安排 都差不多 你都减少了 那时候有没有他开心 那他的情绪是OK的 一向都OK的 所以我觉得他都很聪明 他真的很聪明 那么尽我能力 是的 你们结婚第一个新年 会有什么地方 拜年 拜年 今年我想要拜年的地方会多很多 因为有外父外母 对不对 那么他会开心很多 好